Hello 大家好 我是Wayman 今次我又來拍卡丁車 上次的影片都有其他觀眾說 想看看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今次來到這一間卡丁車場 他就不只玩卡丁車 他還有Wall Game 啊 跳彈床 還有其他東西玩 位置就比較遠一點 在大鵬這一邊 近住教場尾和大鵬古城 大家有機會過來這一區 就可以走三個景點 而其實我就在PAN一件事 看看五月佛誕的時候 想做一個玩樂團 和大家一起過來玩一下 去教場尾租一間民宿 然後去大鵬鎖城玩一下 再過來玩卡丁車Wall Game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呢 有興趣可以留言 現在進去看看 進來這邊有一個射擊的項目 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就沒有什麼人 他前面還有跳彈床啊 還有各樣東西 他這裏有一個項目表 我稍後放一張清楚一點的上去 前面就是卡丁車的牆 他這裏還有一些街機不用錢 可以給大家玩一下 應該可能人多的時候 就等大家不要太無聊 上到這個位置可以看整個賽道 都很大啊 這個賽道都夠闊 應該可以爬到頭的 下面這邊還有的 我拍不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呢 我整個團一起玩一下 來到他一個Wall Game的場 不算說很大 在這裏面上 我拍不到 在這裏面上 我拍不到 這裏不止一個房間,有好幾個房間可以包牆 這裏還有一個密室逃脫可以玩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來試一試,因為一班人玩才好玩 這邊又看到車場的另一邊 在上一條片我就在深圳東面的大棚 現在我就來到深圳的差不多是西北面的沙井 現在在這個極速賽車會是露天場 這個牆都很大,說就大過龍江那邊 現在去看看是不是真的 今天是假期,所以人都不少 在前面這個位,有個實時的速度 有一個圈速表,另外有Locker可以放東西 裡面還有冷氣房 有一個圈速度 用管理打擊,通常會有引起 領導一的斑 有一個風格 並不足的地方 有一個風格 或是有一個風格 在這裡 還要有一個風格 或是有一個風格 改變 有一個風格 我觉得这个墙好像大过龙江那边那个 还有这条大迹路 这个墙比较偏一些,如果走一来就好几个人来 不然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坐在那儿玩就没什么意思 现在下场的都是四部车而已 这个墙是一个大迹路的车 的温暖和小鼻子 这边的像是一样的 这个墙是一样的 这边的温暖和温暖和温暖和温暖是一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看到那几部车应该是会员车来的 特别不一样 现在是正常入场玩的车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这样的公家车都真的不一样 咦? 剛剛我說紅衣屋的美女 應該是第四、五輛車出賽道 現在去了第一 吃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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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位置的片子就差不多了 準備去下個地方先 去個月 去完沙井呢 就過到來光明 光明這個區我也是第一次來 在深圳那麼久 都很少過來這邊 這個場是一個室內場來的 現在去看看吧 如果說鹽這邊好像很偏僻 其實光明還有光明農場可以逛逛的 帶來小朋友另外附近還有一個很大的商場 叫做南瓶的 我一會兒去看看 另外會出一條片的 看下去這個場不小 但是應該就沒有大鵬那邊那麼大 電車 這個室內場都幾舒服 有冷氣 前面是廣解區 它還有樓上可以上去看看 樓上這裡還有一些遊戲機可以玩一下 為什麼不用才去üs 每次都幾乎 1418 Lei 還有天哪 好 就是 剛才鹽 特別是 在前面那裏就有幾個人聽完講座了 準備可以出場 這個場都有不少小朋友來玩 大人和小朋友同場 那我覺得 大家可以如果帶小朋友上來深圳玩一天半天 可以考慮他們這一邊 室內場不怕風吹雨打 另外還可以去冠名農場 都是合家歡的地方 之後再去南瓊廣場那邊 逛逛街吃下東西再回香港 通常剛剛玩第一圈都不會這麼快 加上場有小朋友很難開得快 這個場就是這麼多了 我又去下一個場了 來到今次卡丁車片最下一個地方 也是最近關口的算是 位於梅林這一邊 上河方歡樂小鎮 前面這一間的 近度招牌 K1 Speed 過來這邊呢 就有很多東西吃 還有海底在上面 海底撈上面 還要尋去海底撈尾 還有海底撈尾 還有海底撈尾 今天仍是假期 但是沒有人玩 這個牆都不算小了 都是電車 而這間 K1 Speed 在時候都還有一間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過去拍一拍給大家看到時候 感覺上這個牆的設備好像好些 看到它的圍欄都有彈弓做緩衝 而我在片頭講 打算在佛誕那天搞個 教場尾大鵬鎖城和卡丁車團 詳細資料在片尾 片尾大概我會講講行程和計劃是怎樣 大家有興趣可以留言 告訴我你們去不去 沒有人在玩就拍不到實際的情況 看看網上找不找到片尾 我 今次就是這麼多了 下次再見 看看如果有新的卡丁車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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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